持續的關係是太魯閣號重大事故 截至十一號為止 衛福部鎮災專戶 湧入了八點一億元的善款 衛福部今天會召開委員會 討論善款的用途 預計晚間六點鐘後會召開 記者會說明會議結果 而為了幫助太魯閣號的事故 這個受災的民眾 四月三十號呢 這個四月三十號前 衛福部的鎮災專戶 接受了民眾的捐款方式非常多 包括網路銀行ATM轉帳 或是四大超商都可以捐款 但為了讓民眾清楚的知道 善款流向和運用的方式 像是如何協助傷患後續的醫療 生活以及社會重建 提供罹難者家屬經濟支持等等 稍後衛福部會召開記者會 向社會大眾講清楚說明白